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大伙了 寒潮来了 不光是下雨下雪 紧跟着就是冷啊 降温啊 真得多穿 今天出门的伙伴都啥感觉啊 咱们大东北那个熟悉的冬天回来了 是上午的九点半 我所在的位置是沙阳市和平区文化路立交桥附近 此刻室外是非常寒冷的 虽然我早有准备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 但是还是能感觉到很冷 尤其是寒风打过吹到脸上的时候 觉得冰冷自古的感觉 可以说今天的沙阳终于有东北冬天的味道了 太冷了 太冷了 冷 非常冷 特别特别的冷啊 今天觉得真是入冬了 今天感觉 手伸不出来 风大挂脸的 冷的 裤都打透了 穿的棉裤都打透了 今天确实冷 虽然阳光带来了一丝温暖 但是现在此刻室外还是非常冷的 现在室外的实时气温是零下10度 而今天最高气温也只有零下7度 最低气温将达到零下15度 昨天的一场降雨伴随着今天的降温 所以很多路面会出现结冰的情况 像我时候这种大的马路倒是还好 有车经过的话 路面现在还是很干爽的 但是尤其是马路两侧的人行道 尤其是处于阴面的人行道 或者是这种过街天桥上 会个别地方会出现结冰的情况 那么伙伴们出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骑电动车出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装滑吧 慢点骑呗 把脚擦开呗 注意安全啊 好嘞 谢谢啊 戴帽子 帽子戴好 因为今天风大 还是保暖吧 还是保暖一些 完了之后戴好口罩 戴好口罩啊 大家穿点游户 注意保暖吧 有病的地方注意安全吧 现在不都是健康第一吗 如果你觉得今天很冷 那我要告诉你 明天的天气也不含糊 虽然明天还是晴朗的天气 但是明天的气温 还是会保持在低位运行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那么本轮的寒潮天气 将持续到周五 周五的时候会出现小幅度的升温 但是与之而来的 就是又一轮的降温天气 那么属于东北 真正的冬天已经来了 伙伴们啊 在出行的时候 除了要注意防护 也要注意添衣服 注意防寒保暖 避免出现感冒冻伤的情况 不光咱们冷啊 这两天席减全国多地的寒潮天气 是来势汹汹 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寒潮橙色预警 预计未来三天 寒潮天气将给咱们国家的 中东部地区带来 大风 沙尘和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内蒙古的中部 辽宁南部 还有山东半岛这些地方 还有五到六级的西北风 在这之前 比较温暖的南方 也将会在三十号前后 要出现大幅的降温 受寒潮天气影响 11月28号上午 内蒙古包头市达茂齐满都拉 降下中雪 受其影响 满都拉口岸通关车辆受阻 包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调来铲车洒溶雪剂 开展除雪防滑作业 四个小时后 被困货运车辆 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 28号发布 寒潮橙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24小时 部分地区气温还将下降 12到16度 28号 黑龙江省隋芬河市迎来大雪天气 隋芬河市 气象部门分别发布了 暴雪蓝色预警 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和寒潮蓝色预警信号 隋芬河市通往牡丹江方向的 母隋高速公路封闭 车辆暂时无法通行 隋芬河市环卫交警等部门上道清雪 指挥交通保障道路畅通 27号至28号 甘肃多地出现强降雪天气 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及国省道路段出现积雪结冰 影响车辆通行 截至28号中午12点 当地交警部门已经在G3011刮州南至敦煌北和G30连货高速沿线多个收费站入口 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此外包括国道312线在内的多条国省道 积雪结冰严重 影响车辆通行 在宿州区总寨镇高速出口处 一辆空载的半挂车发生侧滑与护栏相撞 驾驶员被困车内 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前往处置 经过约20分钟的紧张救援 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送医救治 28号早晨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寒潮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两天 河北省各地最低气温将明显下降 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下降10到14摄氏度 最低气温将降至零下14至零下7度 其中成德张家口北部地区 最低气温降至零下30到零下25度 28号早上 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三天 大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4到18度 并伴有雨雪大风天气 受寒潮天气影响 部分地区出现道路结冰 对交通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 据气象部门预计 本次寒潮天气最低气温将出现在30号早晨 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雪 受强冷空气影响 山西多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山西省气象台28号上午发布寒潮红色预警 预计48小时内 预警区域中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16度以上 而在江淮江南等地 目前气温还将大幅偏暖 但随着寒潮到来 南方多地气温将在11月30号至12月1号降至入冬以来最低 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将达到20摄氏度 预计12月1号前后最低气温零渡县江南压道 江南北部至贵州南部一带 说点别的啊 昨天咱们给大伙预告了 今天晚上咱们国家又要迎来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哎我看谁还一脸懵圈呢 啊那昨天你也没看我们节目啊 神州15号吗 今天晚上就要发射了 就是时间好像有点晚啊 嗯夜里头11点08分 大部分伙伴可能都该睡了 没事 哎呀咱们现在就把这个神州15号啊 怎么个事给他捋明白 今晚上看不上直播的 明天不还能看重播的吗 是吧 再说了 有那伙伴有那精神头熬夜看球 这11点多不算晚啊 要说这个神州15号啊 咱们可是期待挺长时间了 毕竟是从神州14号发射之后 咱们就知道了 下一回啊 还有三个航天员 要到这个空间站 哎就在今天年底 具体哪天 什么时候不知道 你看看 时光飞逝啊 这年底说到就到了 就在今晚 费俊龙 邓清明 还有张璐 这三位航天员 将要执行神州15号载人飞行任务 由费俊龙担任指令长 这个昨天咱都简单说一嘴了 费俊龙 这名字大伙不陌生吧 2005年的10月份 他就曾经执行神州6号载人飞行任务 并且担任指令长 另一位航天员邓清明 这人咱得好好唠唠 他是啥呢 唯一一位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 但是却仍在现役的第一批航天员 听明白各位啊 他是第一批 但是一直没执行过飞天任务 1998年1月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邓清明就成为了14名第一批航天员之一 这是第一代的相当于啊 元老级别的了啊 他这第一批14个人 我导导都有谁你听听啊 杨立伟 费俊龙 聂海胜 宅志刚 刘伯明 等等等等 你就听这些人名啊 这14个人里头大部分都已经上过太空了 有的还不止一次 这个邓清明啊 他作为跟他们一批的航天员 所谓是同班同学呗 所有的训练项目 内容 包括强度 都跟这个主份的航天员一模一样 只不过他是一直是备份航天员 他要把每一个步骤都完全的操作熟练 但是呢 还得看着自己的队友飞向太空 作为备份航天员 这一备份 就备了整整25年呢 说白了 就是一直在替补 替补25年 这次邓清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飞天之路 不容易啊 他说 我累过 我也思考过 我休息过 但是我可从来没放弃过 可不打的 这个命运呢 不会辜负为梦想拼搏的人 这回你看 这不就选中了吗 还有一位航天员叫张璐 他是这仨人里边啊 最年轻的 1976年生人 比他俩得小 10岁 他们仨组成了神舟15号乘组 要去太空交接班 要继续在空间站里工作 生活 六个月的时间 半年 神舟15号飞行任务呢 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半 也是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的第一半 哎 属于头尾衔接啊 他们呢 将要重点开展六个方面的工作 都拿六方面呢 头一个开展空间站三舱状态 长期驻留的验证工作 第二个要完成15个科学实验机柜的解锁 安装测试 开展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 还有航天医学 还有航天技术等等 这些好几个领域的40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 第三个要实施三到四次的出舱活动 完成孟天舱扩展泵组和载荷暴露平台设备安装等等 一系列的工作 第四 验证货物弃闸舱出舱工作模式和地面协同完成六次货物出舱任务 第五是开展常态化的平台测试 还有维护以及战务的管理工作 第六就是开展载轨的健康防护训练锻炼 还有载轨训练和演练这些工作 听见吗 六项 感觉这六个月可不比在地面上轻松多少 这可真叫天选打工人 按照计划神舟15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 将要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的这个模式 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前向的端口 要形成三舱三船的这么一个组合体 这是中国空间站目前最大的构型 总质量的将近百吨 在轨驻流期间 神舟15号航天员成组将要迎来天舟6号霍域飞船 神舟16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 计划在明年5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这是他们这一次的任务 从头到尾的 我这一听我的新潮还挺澎湃的 马上就要迎来六名中国航天员 同时载轨飞行的历史时刻 你说他们六个人成功会试以后 头一顿饭吃点啥呢 得聚餐吧 太空聚餐 得是什么菜系呢 空间站里边有航天员交接班 老家这边的后备力量也是稳步前进 2020年的10月份 我们国家完成了第三批 18名的预备航天员的选拔 第三批了 这里边包括7名航天驾驶员 7名飞行工程师 还有4名载荷专家 部分的第三批航天员都已经开始 后续的飞行任务的这个针对性训练了 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就将要会陆续的加入到 空间站任务的飞行程组 并且要逐渐的成为主力军 咱们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 在今年9月份已经全面启动了 你看这一批一批的 计划要选拔12到14名预备航天员 现在正在开展初选阶段的工作 你看 正所谓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咱们这个目标远远不止一个天空空间站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纪启明介绍 他说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完成 载人月球探测 关键技术公关和方案的深化论证 已经具备开展载人月球探测工程 实施的条件了 未来咱们将要实现九天揽月的梦想了 年轻一代的各位小伙伴们 努力吧 未来是你们的啊 争取以后咱也有机会上太空流的一圈人 说啥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要实现了呢 谢谢啊 目前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西市30例 丹东市39例 锦州市30例 银口市12例 复兴市19例 辽阳市15例 铁岭市34例 朝阳市19例 盘锦市16例 葫芦岛市23例 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561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4860例 最近全国各地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和20条措施不动摇不走样 抓紧推进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建立生活物资保障工作专班 加强风控隔离人员服务保障 保障居民就医 用药 生活物资等等需求 为保障涉意小区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链安全 北京市大兴区组织直通车队 从商超中直接取货 点对点运送到小区 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盈海家园二里的17号院小区 目前居住着1128户居民 有一个单元正在采取封闭管理 一大早一辆蔬菜保公直通车 准时开到小区 圆白菜 散菜花等各种果蔬明码标价 这波疫情挺厉害的 我们买菜也不方便 老人们上网也不会买菜 正想给儿媳妇打电话让给我买点呢 我一看楼下 直通车来了 都穿着防护服 我们买的也放心 吃的也安心 现在的疫情防控是越来越精准 让我们老百姓觉得非常的安心 放心 也觉得安全 重庆正处于疫情防控关键阶段 日常生活物资保公 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快递小哥 为了服务好这些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骑手们 重庆江北区将辖区内的36个劳动者港湾 及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全部免费向骑手们开放 让他们累了能歇脚 渴了能喝水 手机能充电 饭粮能加热 为保障封控隔离人员及时就医 黑龙江哈尔滨市设置专门的定点医院 发热门诊 收治相关患者 近日 一位正在接受隔离治疗的新冠病毒阳性孕妇 出现早产症状 哈尔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紧急调度 医疗部门和交警联动 立即将孕妇转到具备接生能力的定点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松北院区 为产妇实施剖公铲手术 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根据广州市珠海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海珠区11月28号零时起 再次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 实施强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区域进一步缩小 连接海珠区的主要通道 列德大桥 华南大桥已恢复通行 部分片区及街道正有序复工复产 下一步 广州市将根据不同区域疫情发展动态 实施不同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防控 快速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深圳市对于往返深圳人员 在出示健康码 形成码 进行核酸检测后即可离斩 理解呀 支持 大家都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啊 需要我们配合的都会尽量的去配合 这个天冷 最近有一样东西火了 啥呀 就是这个电热暖手器 由于这个东西使用起来方便 而且便于携带 大部分售价还便宜 十多块钱 有的贵的有到四十多块钱 所以在大冬天里边 这个东西特别受大伙的喜欢 市场的销量也是逐年增加 但是 也就是这么一款招人喜欢的产品 却频频地引发爆炸伤人 和触电火灾等等事故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22年发布的电热暖手器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显示 不合格率竟然达到了 惊人的65.1% 不久前 呼和浩特的一位女士 在家里忽然闻到一股焦糊的味道 她马上发现 正在桌子上充电的暖手宝 已经燃起了火苗 这个说着火就着火了 就就我没想到这种事情 能让我给遇到 太吓人了这个真的是 一些暖手宝质量安全事故 还造成了人身伤害 在湖北的这起事故中 唐女士购买的暖手宝 在充电时突然爆炸 她的儿子两条腿 都有不同程度的烫伤 医生告诉唐女士 接下来必须进行直皮手术 才能保证孩子能够正常行走 记者了解到 类似的暖手宝爆炸烫伤 自燃起火等事故 每年冬季都有发生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2年发布的 电热暖手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结果显示 经过对全国13省市流通领域 126批次产品的抽查检测 发现不合格率竟然达到了 惊人的65.1% 记者了解到 此次电热暖手器抽查的14个项目 都和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息息相关 检测发现 有6个项目都存在安全隐患 例如电热暖手器的缺少控温元件 就很容易引起爆炸危险 它是一种保护元件 正常情况下 如果它装了这种非自负的热断热器 在温控器故状的时候 它也是起到一种保护 它不会一直加热 它会断电 而检测发现 缺少这种温度控制 保护元件的电热暖手器不在少数 检测工程师 选取了一款 缺少温控保护元件的电热暖手器 模拟一些消费者的操作习惯 进行了充电 记者看到 充电过程中 这款电热暖手器 随着水温的升高 带体逐渐增大 充电1分30秒之后 电热暖手器突然爆裂 检测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很多暖手带产品 它里面没有这种 安全保护 如果在使用的时候 又把它一边充电 一边使用 或者是把它充电的过程当中 倒置过来了 它就会导致温度一直升高 到最终就有可能爆裂 出现烫伤的危险 记者了解到 本次抽查涉及该项目 不合格的产品 高达35批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以责令相关企业立即整改 并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 真吓人哪 可以拿手就摸 就能摸出来 千万不能长这样的 大家伙要是遇上这种 不安全的电热暖手器的产品 千万可别图便宜买 说点别的 爱肺行动健康中国 聊台都视频道写手 中药补肺丸 成大方圆 国大药房 天师利大药房 等等全省17家主流连锁 共同发起爱肺行动第五剂 肺健康公益型活动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 正在被慢阻肺 肺息肿 肺心病 慢性肢气管炎 过敏性哮喘 等等各类肺部疾病困扰 现在不打电话 400-166-4699报名 凭借县级以上的 医院诊断证明和X光片 就可以免费获增价值 129元的爱肺礼包一份 好消息 好消息 都市会送礼了 成粉福利 惊喜来袭 只需一分钱 就能得到一道五斤中 出口欧盟标准的 新鲜毫米 11月23日起 连续10天 每天上午10点 和下午4点 准时开启 派发活动 每次50袋 发完为止 扫描二维码 关注都市频道 各大栏目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点进去 即可参与活动 每人限购一次 包邮到家 品质好礼 勤勤派送 急不可施 穿街走向 微观城市万象 大家好 我是小川 认识一座城市 就像遇见一个人 今天大街已经62岁了 每一处古迹 都育育出城市的文化 为什么小河原地区 寻找最朴实的快乐 自然视频 每一条街道 都应客出城市的个性 高兴 我觉得我也可以给大家写线 和我一起 微观城市万象 同你一起 分享岁月时光 向着新的一年 努力向上 穿街走向 与你分享 来 我问问 咱们有多少平时 靠游戏打发时间的伙伴 午休 没啥事的时候 还有晚上睡觉之前 或者是早上上班 坐地铁 倒上的时候 只要有空 就把手机横过来 干两把 我早就表过态了 游戏这一块 我不咋行 但是呢 我完全能体会 你们热爱游戏的心情 就像是我愿意打篮球 鹰子兄弟喜欢吃饭 一个道理 都有点爱好 既消磨时间 又娱乐自己 我知道啊 还有的伙伴 掏钱 上游戏里头去买装备 还有买账号的 都有吧 那个叫啥来的 叫 叫人民币玩家 就是花钱 让自己厉害 在游戏里边 一般都是自己啊 本身玩的可能不太好 水平一般 还想看上去非常厉害 这种账号的伙伴啊 要一个 行行行行 厉害厉害自己 是吧 能力不够怎么办 就拿钱去凑 我听说还有专门 练游戏账号 完了网出卖 卖给别人的 这正经是个需要技术的活 还得搭时间呢 这个为啥突然落到 我不擅长的游戏领域去了呢 这得问问 俯顺的小伙 小刘 这个小刘啊 他就属于游戏打得不错的玩家 头两天 正玩着的啊 有人在游戏里头就跟他对话了 游戏里边能能说话 就问他 哎 金蛋 你这账号你卖不卖 小刘也没犹豫啊 你看这冒出这么一位 卖 卖好办了 下一步就开始交易吧 在游戏那里头沟通太费劲 俩人加了QQ 就开始聊天 对方就说了 你卖多钱呢 我看你那账号整不错啊 一听有人夸 那小刘心里乐开花啊 哎呀 还行吧 都是我的心血啊 你要是买呢 也别磨叽 一千块钱 行 成交 你看 对方还挺痛快 厂量人 满口答应了 但是啊 可没直接给他转钱啊 他是反过来发给小刘一个链接 怎么回事呢 说呀 你咱得在这个链接里边完成咱俩的交易 为啥啊 对方说了 说咱俩啊 谁也不认识谁 我把一千块钱给你 你账号要不给我呢 我上来找你去 或者你先把你账号给我了 那你肯定你也不乐意啊 对不对 我还没给你钱 万一我又不给你呢 对吧 这个互相之间没有保证 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这个链接呀 能给咱们俩双方保证 你把你账号在这里边上架 我把我这钱冲到这里边 咱俩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看怎么样 这听着合情合理啊 有点像这个这种 有保障的网购那种东西啊 小刘一听合理啊 也没怀疑 就把这链接点开了 点开完了注册了账号 把自己的游戏号呢 也给上架了 这上架了就可以卖了吗 等那边付钱 不一会儿 对方就说了 哎你看一下吧 我这一千块钱给你打过去了 到你账号了吧 你赶紧提现啊 你要不提现 我可用不了 快点的 小刘一看赶紧去吧 到网站上一瞅 哎呀 一千块钱 真到了 那还合的啥 提出来吧 哎 就差一步 就交易完成 出问题了 提现提不了 显示是被冻结了 嗯 他就赶紧的咨询客服啊 说我怎么 什么我也没干呢 我就提个现 怎么就给我冻结了 我怎么提现 客服告诉了 哎呀 不好意思 亲 我们这网站呢 有规定 就是提现 必须得带点零头 你这一点零头没有 你一千刮一个整数 全提走 这肯定我们是不允许的 不行 啊 还有这说到 咱也没明白 这是什么规矩啊 但小刘当时呢 一个心眼了 就合计要提现 你没多想 就问呢 说那你说 你说现在怎么办嘛 我怎么办 我能把这钱提出来 客服又说了 哎呀 你这问的 等你这话 都等多长时间了 不是 那个 那个 你 你 你今天不提现 那就不一定等哪天了 啊 是啊 要我说吧 现在啊 就剩下你往这里头 再充点钱了 嗯 充完钱 解冻了 你就能提走了 之后啊 小刘在这个客服的带领之下 闲钱厚厚 分好几次 往这账号里边 充了九千多块钱 啊 对了 九千块钱还 还零八毛 咱们零八 零头吗 小一万干进去了 提现还提不了 这时候终于他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哎呀 才想起来 报警了 大伙也看明白了吧 从买账号那个人开始 这一切 全都是骗子设定好的 这个情节 那个链接呢 就是个诈骗工具啊 陌生人给这链接 哪能随便相信呢 警方表示说 现在小刘呢 被骗这一案子 正在调查处理当中 咱也提醒各位 爱玩游戏的各位伙伴们 就这类游戏账号诈骗 受害者呢 大多数都是18到35岁的 居多 诈骗分子往往都在游戏 聊天里边 去寻找这些出售账号 出售游戏账号和装备的 一些个玩家 完了呢 添加他的好友 然后指引这个受害人 到这种虚假的游戏交易平台 里边注册 然后交易 这都是他们的做的 这个虚假的链接 诈骗分子会伪造 这个资金到账的截图 让这个玩家误以为 交易成功了 然后这里边就是什么 提现失败呀 再不就是交纳保证金呢 再不就是账号被冻结呀 这些各种理由 要求这个玩家 反复的往里头充值 转账 这是个无底洞 所以大伙千万千万 不能低估网络世界 隐藏的风险 你便以为 你们玩同一款游戏 对方就是你值得信赖的人了 不要轻易相信 低价充值和高价收购的 这个幌子 以免造成财产损失啊 你就合递吧 你原本为了挣钱 现在往里倒搭钱 那正常吗 不管是游戏还是什么东西 只要陌生人发来的链接啊 各位 咱都是三思而后行啊 还是说天气啊 昨天夜里边啊 这雨雪就已经结束了啊 冷空气呢 是迅速的席卷辽宁 今天早上除了冷不冷啊 最低气温 除了沿海地区 是在零下七一摄氏度到零下四摄氏度之间 其他地方 最低气温都降到了零下十三到零下九摄氏度 据说呀 明后两天 全省还是以晴为主 风力呢 能减弱一点 气温也会略有回升 那明天全省具体天气情况咋样 诗涵赶快给咱们详细说说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战 我是诗涵 过去两天呢 雨雪大风 天气清晰辽宁 京东以来的最强寒潮也随之而来 这会儿呢 沿海呢 室外就是一个速冻的模式 风力非常强劲 温度比较低 沿海此刻的温度呢 是在零下的八度 但实际的提感温度呢 却只有零下的十七度了 在室外真的感觉没一会儿啊 鼻子啊耳朵和脸就已经发木了 那大伙出行的话 各种保暖的工具都要穿戴整齐了 预报来看呢 今天夜间像大连地区呢 还会有震雪飘落 大连的伙伴要特别注意一下 到了明天 全省还会保持晴冷的天气模式 各地呢 会以晴为主 全天阳光灿烂 但由于地面辐射的作用 使温度下降的比较快 像明天早见的温度呢 会达到近期的最低 我们会迎来 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个清晨 明天早见呢 全省除了像大连地区以外 其他城市的最低温度 全部会跌破零下的十度 尤其呢 像沈阳 府顺 本西 复兴 辽阳 铁岭 朝阳是最冷的 最低温度只有零下的 十八到零下十五度 早间出行的伙伴 一定要全副武装了 穿上最厚实的棉服 或者是羽绒服 到了明天的白天呢 温度也会继续的走低 最高温度 今天还会再降二到十度 各地呢 就只有零下九到零下二度了 再加上强劲的北风 会继续的吹拂 最大风力呢 是在四到六级 风海效应会很明显 各地呢 全天的温度都在零下 从早冷到晚 建议大家尽量是减少出行了 那好了 最后来看各地详细的天气情况 欧派卫浴高端定制体验馆 开业有好礼 香江家居一楼 老慢之 老肺病 老可喘 年年制 年年犯 厌毒心肺 同时调 慢病快制 不手软 02422767676 糖尿病患者的福音 贤慧康悠糖 有益血糖健康 你跟他一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口感纯正 科学锻炼有一套 步行游泳 加慢跑 养护肺健康 人人少不了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城大方圆 国大药房等全省17家核心连锁 共同举办 爱肺行动第五季公益活动 繁满之 哮喘 废气肿 老壳传患者 拨打电话 400-166-4699报名 就有机会免费领取 价值129元 爱肺礼包 只可贴 南京同仁堂秋梨糕 免费送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这两年 这个网络直播带货 一直都挺火的 但是大伙呢 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 也得谨慎 最近山东德州警方 破获了一起 制售假酒案 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个 捣毁制作假酒的黑作坊 四处 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 六瓶茅台 就算30箱 只有30箱 谁抢都算谁的 近日 山东德州的网伙伴 偶然在某短视频平台 刷到了这个直播间 在主播的推销下 购买了一箱茅台酒 平常这个酒是600块钱 左右一瓶 结果呢 在直播间卖660一箱 而且还说保证 所以我就试着看 买了一箱 结果呢 回来以后呢 然后跟朋友们 尝了一瓶这些酒 然后感觉味道不对 网伙伴想要退货 却遭到了商家的拒绝 于是选择了报警 德州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迅速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经鉴定 六瓶茅台酒是假冒注册商标产品 办案民警随即找到了带货主播孙某 经审讯 经审讯 仅2021年12月份 孙某在直播间就销售茅台甲酒2000多箱 办案民警根据孙某提供的信息开展抓捕 在贵州省仁淮市成功抓获上线何某 何某供述称假酒的来源 是两个酒类包装的作坊 经巡线追踪 在贵州省仁淮市 三号区将两处酒类包装的作坊 实际经营人张某和陈某成功抓获 张某陈某均对自己灌装包装销售茅台某系列假酒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经过我们调查 两名犯罪嫌疑人私自购买了鸡酒 才8块5元一斤 用于制作假的茅台1935红色圣地 并且购买包裁按照茅台1935红色圣地的外形 对产品进行包装 达到疑假乱真的效果 办案人员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 捣毁黑作坊4处 涉案金额达到500余万元 案件后续相关审理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11月份就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 然后咱们就要翻开2022年日历的最后一页了 此刻是不是感慨万千呢 有的伙伴说了 哎呀没那个时间 感慨啥呀 赶得万千笨吧 计划没有变化快 赶着来吧 顺其自然了 也挺好 你就像我身上这肉吧 我也跟他们较劲过无数次 但都没啥用啊 有时候眼看着就掉下去了啊 稍微多吃几顿 好像马上就弹回来 不有那么句话吗 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 不是我爱你 而是你瘦了 多少伙伴这一年一年的 总把这个减肥挂在嘴边 也尝试过很多方法 最后呢 效果也不太明显 最后就有想开了 放弃的 有放平心态一点点来的 还有的走极端了 昨天就有这么个新闻刷屏了 19岁女生减肥催吐 导致进食障碍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啊 暴饮暴食 然后催吐 这种情况 好像不新鲜啊 说有些发视频 那呱呱一顿吃 完了往处扣 到底是不是真像视频 展现的那样 咱们播到 但确实有些伙伴相信他们 甚至模仿他们 效仿了 刚才说这19岁的女孩 她是四川成都的 身高1米7 体重140多斤 其实我感觉啊 这就不算胖 人个头跟他摆着呢 但他不在 他就叫自己胖 就要减肥 也行 这玩意儿每个人 都有自己想法啊 减就减呗 他呢还着急 没按照正常步骤 管住嘴 卖开腿 这毕竟咱说 这两步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确实有很高的 自制力才行 这女伙伴吧 想吃 吃完后悔 怕胖 他就选择这个极端的方法 吃完了 过完嘴 他抠出去 吐了 而且频繁的 吃啥吐啥 吃啥吐啥 短短一个月 你别说有效果 瘦了20斤 自己还挺高兴的 哎呀 这个方法太好了 还没耽误吃 完了还不胖 我都担心 我这么一说完 有的伙伴明天要试去了 可别试啊 别拿自个身体开玩笑 你像这小姑娘 虽然说瘦了 但体格也造完了 牙 严重腐蚀 腮帮 肿胀 脸部变形 到医院 带入医诊断 这叫进食障碍 实话实说 现在身边啊 微胖的 偏胖的 肥胖的人 确实也不少 是吧 有的肥胖 给人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确实这个也不容忽视 比如说一些代谢综合症啊 还有糖尿病啊 高血压 心脏病 血脂异常 这些问题 很多伙伴 因为工作时间长 或者控制不住食欲 导致自己的体重呢 节节攀升 对于这部分伙伴来说 减肥 咱说影响健康了 可以提上日程 是吧 但会得提醒大伙 有那么一部分 压根就不胖 或者微胖 对你健康没有影响 这是正常体重的这些伙伴 咱们还每天要要求 苛求自己 跟自个儿过不去 我觉得这就没啥必要 过度控制自己 首先心情肯定会被影响 我那天 在家我就吵 我说我要减肥 我媳妇就说 千万你可别减肥啊 我说 咱们人家劝我不减肥 她说你现在 长得磕身 最起码你有个借口说胖 你万一瘦完了 剪下来以后 你这还正磕着 你可咋活呀 实际为琢磨也是那种事 这是开玩笑 其实我也就是 就是喊喊口号 就算剪不下去 我最起码我得像不像 我身上这些肥肉 是吧 再一个 我还得提示大伙呢 就是过度减肥呀 你会把原来挺好的体格 整出问题来了 得不偿失 咱也那天我不说了 不知道咋的了 现在就是 不管多瘦的人 都要找常能减肥 他真正需不需要减肥 自己都不知道 我就要瘦 你看 还有 就算说真正需要减肥的 咱也得找个科学的办法 这个可不是着急事 减肥 他也不是个身上往下嘎肉呢 一个月嘎掉二三十斤冷了 身体的根本就适应不了 世界卫生组织 给咱们提出建议是 一个星期减肥 0.5到1公斤 就是1到2斤 一个月 减1到3公斤 一个月就6斤左右就行 这种匀速减肥的方法 对身体损伤还小 而且还不容易反弹 具体怎么减 有个WHO啊 他给出了一个减肥的总原则 就是控制来自于 总脂肪和糖的能量摄入 你比方说 用一些个豆啊 鼠类啊 包括这个粗粮类啊 代替一部分主食 但不能不吃主食 那样的话呢 不但是影响健康 还会因为是饿 你有可能就吃甜品了 吃别的去了 另外还得增加水果蔬菜 还有豆类 全骨类 以及坚果这些 食用的量得上来 再有就是定期运动 儿童一天六十分钟 成人一天 每周一百五十分钟 你看成人每周一百五十分钟 这个可不难呢 咱不用费了隔一天 对吧 一天三十分钟 五天出来了 周六周日还能休息 你看挺好 还有呢 就是我觉得啥呀 调整心态 这个非常重要 很多的伙伴 对于自己体型啊 体重啊 就像我刚才说 心态就不对 有的急于求成 有的不切实际 还有呢 就跟自己较劲 那整的都要抑郁了 一点必要都没有 咱就说 衣服 有大号小号 对吧 你要都瘦了 还出大号的个哈 你得这么想 胖的原因 是因为你瘦小的身躯 装不下你伟大的人格 还是那句话 健康最重要 别瞎整了 那世界上都是瘦子 没有胖子 哪会能显出什么胖瘦来 是吧 都得有才行的嘛 还是就健康最重要 来大伙有减肥成功的吗 都用什么方法减的 有没有减肥一直不成功的 阻碍在哪 咱们微信平台可以唠一唠 来吧 等你啊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反腹喘 补补肺吧 养无疾牌补肺完 补肺益气 只可平喘 补强肺功能 肺步有起 干啥都给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娃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娃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2022都市气象战 指手四季 一知冷暖 下面是冬季聚会 赛特暖心理 互动时间 看看微信平台 大伙的留言 雨过天晴 这伙伴 给咱们留言 他说现在骗子非常多 我提醒未成年人 老年人 还有成年人 遇到微信 不认识的好友 不要加 电信刷单 不要信 短信链接 不要点 买东西的时候 要谨慎 尤其是双11双12 以免钱财被盗 上当受骗 就是咱们说了这么多 咱们还是警惕性高一点 涉及到钱的时候 尤其陌生链接 陌生的二维码 千万不能去扫 前两天 咱们刚说过一个事 就说海洋淘气 把别人车划了 他爸爸为了教育他 让孩子自己拿了 两千块钱 赔给这车主 可这啥事吧 就怕有比较 下边这个事 几乎就是刚才 这件事的翻版 可是结果是 大相径庭 男孩拿着个玩具车 边走 边在每辆车身上划过 结果 停在车位里的 16辆车都遭了殃 23号 江苏无锡的路边监控 把这一切拍得清清楚楚 可被划车主 找到男孩家大人后 孩子奶奶的一句话 把大伙气够呛 没钱赔 把孩子带派出所去吧 言外之意 要钱没有 要孩子有一个 被划车主说 先是碰到淘气的孩子 再是不讲道理的奶奶 不是车主矫情 而是确实划得很重 损失不小 不过就算孩子奶奶 再无礼也是有讲理的地方 几位车主也没灌毛病 直接报了警 现在当地派出所 已经介入调查 网友评论 不知道孩子爸妈 知不知道这事 奶奶如果这样教育孙子 孙子长大之后危险了 二十多年了 明天结婚 怕头天遇上酒驾 你说得让我缓缓这个心情 他不是因为遇到查酒驾 要舒缓心情 而是因为自己是被查的主角 一时接受不了 前两天 沈阳交警夜查 查到了女司机周某 明知自己喝了酒 可他还是没忍住开了车 遇到交警后 更是一个劲的求情 听明白了吧 人生大事的前一晚 准新娘周某喝了酒 估计是要庆祝一下 可就错在酒后开了车 而最危险的是 周某竟是罪嫁 考虑到周某第二天结婚 交警在对他采取相关措施后 让家人把他接走 网友评论 得亏是让交警查到 不然真出了事 这婚还咋结呀 炒勺里噼里啪啦的响 不少黑色的小颗粒 从里面飞了出来 落了满满一灶台 而做饭的李伙伴 完全不敢靠近 只能先关了燃气阀 然后躲在厨房门口 静静的欣赏自己的杰作 河北苍州的李伙伴 为了满足儿子的要求 尝试做馅饼 准备馅料时 他特意泡了一把木耳 然后切成小碎块 最后扔进油锅里 准备炒熟 哪成想啊 切碎的木耳 刚放进锅里 就出现了开头那幕 李伙伴说呀 自己当时也吓够呛 但压根儿不敢上手 只能等他全崩完 有经验的伙伴说了 炒菜时木耳最后放 要是直接炒 就得控制好油温 不然肯定崩啊 网友调侃 炒菜时是不是很胳膊不够长啊 不过炒木耳 还有这讲究 真是长知识啦 更多精彩资讯 大伙可以下载 北斗熔梅客户端 好了 今天咱就先烙到这 明天晚上五点 咱们接着烙